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光臨眾品味頻道 今天我們來做一款雞蛋豆腐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點贊,轉發,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哦 先在碗裡打一個雞蛋備用 下面來調碗汁 一大勺醬油 半勺蠔油 一小勺糖 撒一點兒鹽和胡椒 再加大約五十毫升水 攪拌均勻 再切一點兒韭菜 把兩塊豆腐切成片 厚度大約一釐米 豆腐是大家都喜愛的一種食材 其做法也是多種多樣 這種家常做法 香辣又美味 豆腐切好以後 馬放到盤子裡 在上面撒一層麵粉 或者把豆腐在麵粉裡蘸一下 翻過來 把另一面也撒上一層麵粉 這樣豆腐容易掛上蛋液 另外煎的時候也容易煎至焦黃 把蛋液澆在上面 鍋燒熱 鍋燒熱 放一些油 然後放入豆腐片 底面煎至微焦金黃色 翻過來煎另一面 底面已經微焦 可以把它們全部翻過來了 這麼多豆腐怎麼翻呢 這樣翻吧 豆腐翻個兒以後 再少撒一些鹽和胡椒 兩面都煎至微焦金黃色 盛出來待用 鍋裡再放一點兒油 放一勺蒜蓉 一勺辣椒醬 一勺番茄醬 把它們炒香 然後放入煎好的豆腐 倒入調好的碗汁兒 沒有蒜蓉可以用新鮮的蒜切碎 沒有辣椒醬可以用小尖椒切碎 再少加一點兒水 用中小火慢燉 煎一到兩分鐘 湯汁收的差不多了 這道菜也就基本做好了 出鍋前加入切好的韭菜 稍微翻炒幾下就出鍋了 這道香辣可口 又做法簡單的雞蛋豆腐 完全可以和麻婆豆腐媲美哦 謝謝收看我們下期再見